美联储官员近期的讲话,帮助抑制了对通胀失控的担忧,并控制了公债收益率,每股周三小幅收高。 最近几周,随着通胀担忧的增加,美债收益率上升,特斯拉和Alphabet等股票走势艰难。 但今日,他们成为给标普500指数带来最大提振的个股之一。 10年期美债收益率跌至1.6%下方,道指上涨10.59点至34323.05点,涨幅0.03%,标普500指数上涨7.86点至4195.99点,涨幅0.19%,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80.82点至13738.00点,涨幅0.59%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告